大家好,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节 这一节请来的嘉宾,又要财政券事务总监郭sir 跟我们跟进大事方面的情况 郭sir,你好 你好 美国大选辩论昨天开始落幕了 令市场优劣似乎一掃而空 触动资金入市 尤其北水对港股的助力仍未减退 昨天的正买有37亿港股 现在港股说今天有回套 昨天升成300点上来 现在跌150点,报在23420点 郭sir,你怎样看后市 未来有机会重上24000这个位置 我想暂时来说差不多 也不会有太大的憧憬 因为实际上来说 就算试试24000 也不是代表大市会有什么大方向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整个股市由9月9日的高位开始 有些是浪低于浪的形态 为什么不是呢 9月9日的指数最高是24364点 接着到14日的低位 我们看到23155点 然后反弹上22日的高位 240058点 到现在这一分钟 技术上来说 有些好像不上不上的感觉 即是整个形态已经开始 在高台上已经明显出样反复了 还有 今个月恒指已经不计今天在内 曾经两度跌穿10天和20天线 如果一个持续冲高市况 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即是经过4702点的股市 其实最终会进入一个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升了12个星期 如果回调三至四个星期是很正常的 但与对美国总统大选 有些是不明的因素在 加上11黄金周等 可能整个所谓的 升后的消化和整固的周期 是会伸延到四到五个星期都不出奇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 大家不要觉得大市跌不下 大家入市 是 你买少少没有相关 但问题是有不少投资者 都保持短炒的心态 偏偏在低位的时间就不买 去到高位觉得市跌不下 好了 我买回一些 但又没有计算过 市本身已经进入一个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9月9日到现在为止 三个星期多些 可能还有两个星期 可能还有三个星期 往后的股市 如果有少少波动 少少沽额 五排阶指数 会进一步向下走 甚至挑战比较低的水平 初步 支持今个月14号的低位 23,155点 一旦防线有失 下一个据点 将会退守到 50天线 正在阻止水平 经过4,702点的上升 如果股市 要回调三分之一 技术上 会建立22,796点 这跟现在50天线 是比较近的 当然 就算指数后市跌穿50天线 或者触及50天线 不是代表 中期跌狼要开始 只是代表 整个大市的技术上的一个 生后的 消化和整固 仍然都继续在 运行 我又不觉得会跌得太多 因为 11黄金周应该是 大概10月11号左右 北水又会重现 况且11月中 亦都有个深港通 所以 现在这一分钟 面对美国总统大选 加上11黄金周等的一个 因素在内 市况 稍微低迷 稍微整固消化 等机会再重展新的升浪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 就算你有保住中线的心态 买货也不要大手 也不要急 至于短炒 老实说 有波幅没有升幅的市况 不是大手入市的时间 好 谢谢郭先生 跟我们跟进大市方面的情况 另外 想和你跟踪新股的情况 今天来说 有一个中国邮政储 储蓄银行 编号16500 是上市的 他开报在4.76 和招股价持平 而今次 中签率 都是100% 想问郭sir 今天的市况 当然 都要跟随着 偏远 没什么升跌 都暂时在做4.76 4.77 这些位置 为什么没得升呢 是不是就说 因为他用一倍 流上的 PB上市 大家都觉得贵 还是 只是跟随着 大市 要沽门一下 一倍 就不算特别便宜 美国便宜一点 其实说了很多次 新股上市 如果你的股值 不会那么高 留一点水位 在市场上走 大家都开心 是不是 现在这一分钟 都没有跌穿 招股价 不过 一番热成的申请 中完之后 打算赢了一碗 叉烧饭 谁知道 连一个叉烧包 你都赢不到 输赢 是不大的 4.76 沽出去 平手 没有这个意思 值得一提的就是 整个大市 刚好也进入 一个叫做 升后的整固 加上很多内银 其实累积的升幅 已经不小 在一个 回吐沽压 或者是 整固的 一个阶段 其实就不应该有 太多的憧憬 跟以往不同 我记得 首日 挂牌的时候 说市况很热 大家也很热 但现在已经是 风光不在 第一 太多内银 太多选择 第二 内地经济下行 势头仍然持续 变成大家对内银股的看法 相对比较无手 当然 过去一段时期 跌得比较深 所以 造就了 一旦有资金入市 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但事实上来说 不少内银由低位上来 反弹了二十几到三十几年 这个波幅不算小 再说 右储银行 第一 估值 没有太多的吸引 当然 不同的大银行 例如中公建 有社会的责任 要照顾 大型的国企 变成 在外坏 撥鼻那边 的确因为 环境 气候 转变了 所以 略为提升 反正右储银行 客户 全部都是大众群体 所以在这方面 承担风险 反而就不是那么大 但即使是这样 在现在这个市场 气氛之下 都很难有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至于申请回来的 如果你是 打算是 有一两毫子上升的 有钱赚的 就走的 没有的 就放在那里 无相关 虽然 100%是中签的 但是不要忘记 有不少 申请回来 一早已经有一个 中线持有的心态 只是说 上到来 4个8号铃 4个9 你的心就舒服点 4个7号6 现在有7亿 多股 买本拜祭在那里 4个7号半也有2亿多股 放在那里 你要跌穿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只不过 暂时来说 没有太多的上冲力量 没有一个 中线小小的心态 去入市的话 最好暂时来说 就不要占手了 因为其他内银股的走势 都开始略大反覆 好 谢谢郭sir 分析我们看看 就是内银板块现在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 见到今天的内银股全线 都是要偏远下跌 建行跌超过1% 颇5个7号7 公行跌3先 中行跌2% 而农业银行跌超过2% 跌超过2% 交行跌超过3% 招商银行跌超过1% 报19个5号2 中信银行 偏远要跌 跌近1% 盟增银行跌近1% 重农行跌超过2% 光大银行跌超过1% 另外 也要看恒指方面的情况 现在跌幅 暂时跌近1% 暴在23,375点 国企指数跌超过1% 报9619点 成交方面 现在跌至258亿 至于内地市方面 今天也是要偏远的 暴在2,990点 要跌7点 深正城市跌10点 报10,466点 沪深300指数跌4点 报3,236点 郭Sir,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这一节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再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再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到另一路前这一路前 现在我们下回入内地了 跟后来 完成真正的 优优优独播放